在新逢章基125周年的时刻 我们可以跟章师大历史研究所 来签订合作的一个企业 这是何等高兴的事情 那之后我们可以彼此 有更进一步的一个合作的机会 因为利用学者的眼光 同学也是准学者的 用学者的眼光 用学者的笔触 还有我们的指导教授 可以把它慢慢地带起来 我相信这样的一个整个过程 会有蛮有深度的 大概我也蛮认同这样的一种做法 我们很感谢章基对我们学校的支持 我们历史所也相当积极地 在从事这一方面工作 那最后我们希望未来的合作能够更加紧密 1860年以来我们知道基督教的传入 对我们台湾的现代化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那很多人都从日本时代开始讲 事实上1860年就开始了 那特别是透过医疗传达 透过教育 对办学校新学办医院办政策 那所以给台湾人所谓的现代化 跟文明的这个情报 扮演重要政策 那这种东西都需要去挖掘 学生可以到我们就是点藏库里面 然后去挖掘很多的史料 然后可以更积极地去钻研这历史 那我们也可以让学生去学习 怎么去做博物馆的展览 我们有十个文史园区怎么去导览 让这些所留下来的 仙教士的点点滴滴的故事 让他们注入他们的心里 让他们看到这个仙教士 为这片土地的感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